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看了这个事情以后 网友一片狂点赞 这是个不大的事 但是呢 如果让您摊上 那也是挺恶心的事 所以呢 我今天跟您说说这事 说有个女子独自到宾馆去开房了 老板娘拒绝接待了 老板娘不但拒绝接待 而且还报了警 这件事发生在浙江 嘉兴 网友说这这老板娘厉害 这老板娘是应该受到鼓励 怎么回事呢 原来是这个女子啊 她独自到宾馆开房 试去做笔录 遭到老板娘果断拒绝 具体情况是4月22号下午3点钟左右 有一个女子行色匆匆 就来到了浙江的嘉兴的某一个宾馆 说 我可以有没有房间 我开一个房间 这老板娘一看 这女的一脸着急啊 这怎么回事啊 然后她对着拿着电话 这有没有房间 我开个房间 然后逃出证件来了 这女子一脸着急 对着电话 好的 您放心 您放心 我已经到宾馆了 我对 对 我马上就进去了 这老板娘 老板娘我告诉你啊 不光是阿庆嫂 眼光六路 耳听八方 所有的开店的 做买卖的人家都是各色人等见多了 一看这女的有点怪啊 她就盯着这个女的看 这女的一看 老板娘盯着自己 于是呢 这个女子就赶忙把视线避开了 你看我 我不看你 我看别的地方 还是跟自己那边通话 开始的时候 老板娘后来说 以为这个女子可能就是跟家人联系 或者跟什么人联系 她直到听到 这女子跟对方说 好的 好的 您放心 好的 警官 您放心 我马上就进去了 警官 然后他又仔细听 又听到 好的 好的 马上就可以进去做笔录了 不对劲 啊 绝对这事儿 怎么突然扯到 扯到公安 又扯到 扯到笔录 要在宾馆里单独开一个房间做笔录 神色又如此慌张 我们现在啊 很多宾馆都进行过反诈骗教育 所以这个老板娘就提高警惕 她就问 小姑娘 你怎么了 小姑娘不说话 小姑娘 你遇到什么事儿了 小姑娘还是不说话 小姑娘甚至根本就没有理会陈女士的询问 拿着手机 但是镜头推上去一看 这个老板娘仔细一看 小姑娘手在抖啊 就手在抖啊 握着手机的手一直在颤抖 一个劲的 说你给我反卡 给我反卡 老板娘心里有数了 然后呢 她当时的判断 后来她说 当时的判断觉着小姑娘估计是被骗了 我就跟她说 我说小姑娘 你先把电话放一放 那电话里面那头是不是 她跟你说她是警察呀 小姑娘 你可能遇到骗子了 这小姑娘根本就不理会她 执意哟 你快点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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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说了 快点 快点 老板娘刚劝了几句 这小姑娘突然间就激动了 我不开了 我不开了 你把身份还给我 我去其他的病馆 真是的 会有这种事儿 本来是好心吧 结果有这种事儿 这个老板娘说 这时候我确信 这个小姑娘是遭到遇到诈骗了 一个小姑娘要走 我就把她拦住 说你不能走 你不能走 然后呢 她又顺手给旁边打了个手势 人家都付气垫啊 她丈夫就在旁边 然后暗示她报警 她丈夫呢 就拨了警察的电话 当地出警很快 六分钟 附近派出所的警察就来了 到了现场 这个女子已经挂了电话了 但是神色依然慌张 明九就说怎么回事啊 你叫什么呀 这个女子说 我叫小云 是怎么怎么回事儿 然后呢 她是一个孩子的妈妈 平时在家里面呢 照顾孩子 这天中午的时候 她家里面的舅舅就遇到有人打电话来了 对方说呢 他们是公安局的 是反诈骗中心的 对方说 你啊 现在涉嫌洗钱 涉嫌诈骗 你呢 马上找一家宾馆 注意保密啊 单独开一间房 我们要做笔录 这种话要按咱们平常的经验 是不是就太搞笑了 你爱警察 我爱分局呢 但是这个宝妈呀 这个被自称小云的女子 她真就信了 为什么信啊 警察说这你也信啊 这不就诈骗吗 这个女子说 她说的太真了 她有我的信息 她还说通缉令上有我的照片呢 这小云被骗子给招数弄得紧张万分 哎呀 派出所的人说呀 说你啊 警察办案做笔录 怎么会把都会叫你到派出所去的呀 哪能让在宾馆做笔录的道理啊 对不对 警察说你看看这个 这是我们印的 叫民警反诈骗宣传册 你看这个 你看这个 他们通常什么手法 耐心的讲给这个惊魂未定的小云看 给他讲公检法诈骗的常规的 冒充公检法诈骗的常规套路 哎呀 说了好久 这小云呢 神色慌张 包括手抖才渐渐渐渐停下来 小云意识到自己上当了 后来 这个老板娘就受到表扬了吗 老板娘这个接受采访说 我宁可不赚她的房钱啊 也不能给她开这个房间 缓过神来的小云不停的向这个 向这个老板娘的感谢 老板娘姓陈 说呀 陈女士啊 谢谢你啊 谢谢你叫住我 我呀 我这个人平时胆子很小的来 哎 真的是害怕极了 骗子说我涉嫌非法起嫌 还来我配合调查啊 如果没有老板娘 哎呦 没有陈女士啊 没有陈姐姐啊 我就被骗惨了 哎呦 哎呀 老板娘说全民反诈 说起来 这不是多管闲事 这是我们开店的应尽的责任呢 陈女士呢 笑着白白手 说我们宾馆啊 我们浙江 我们全浙江 宾馆 前台 都有各种反诈骗的宣传版 派出所的民警三天两头 跟我们讲 要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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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今天我一看你 你眼神不对啊 你手是不对啊 你手抖得好厉害啊 这个陈女士还说 说你这个开一个房间呢 我也赚不了多少钱 我宁可不赚你这个房钱 我也不能让你开这个房间啊 网友看到这个故事都是好 老板娘干得好 老板娘眼光溜溜 耳听八方 胆大心细 欲试不慌 多管闲事 必须点赞 老板娘的热心和警惕性 那毫无疑问 是必要的 浙江宾馆这样 希望全中国的宾馆 老板娘 老板都要这样 网友说 现在呢 反诈骗的意识 老百姓是越来越高的 但是呢 摩高一尺到高一丈 道高一尺摩高一丈 人家骗子水平也越来越多了 我的一个好朋友 前两天 也接到一个电话 对方说 我分局的 什么什么事 你叫什么名字吧 住哪吧 都对 说有什么什么事 你来一下 是哪啊 什么资然宾馆 什么资然宾馆 为什么去宾馆 说你 我们分局的哪个分局 海淀分局 我这个朋友就说 海淀分局 那我直接去海淀分局吧 行不行啊 对方说 教你到哪就到哪 什么什么事 是不是你干的 挺横 我那朋友说 对不起啊 我没时间 你要来的话 几点几点 海淀分局 你来吧 对方呢 就把电话挂了 我这朋友说 刚开始你听 那个派头啊 很像公安 很吓人的 再说他这个事啊 这对的 可是因为平时 这种骗子太多了 故事听的太多了 我就坚持要到 那个分局 道分局 而且我指定时间 对方电话挂了 电话挂了 说明什么 说明是一次诈骗 你根本就 你因为你警惕性高 所以没上当 现在很多人呢 都遇到了类似 这样的诈骗 有些人一听着口气 一听着口气 台北那边的口音 台南那边的口音 台湾 台湾这个地方 你说啊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上代解放的 内战没有结束 上代解放的一个省 现在处于武装割剧状态 台湾有很多人呢 他们认准了 中国有些小云 小云容易上他受骗 所以呢 他们有这种方式来欺诈 耳朵比较灵的 像我这种 我对声音超级敏感 我一听 我都能听出来 你是台北的 是高兴了 你怎么能骗我呢 你不可能骗我了 以前我跟各位说过 我有一个高招 我的高招就是 无论他跟你说什么东西 你就跟他说大点声 他再说一遍 你说大点声 他再说一遍 大点声 他再喊一遍 你跟他 大点声听不清 我告诉你 那边喊一会之后 估计他喊累了 他就拉倒了 就仨字 大点声可以应对一切骗子 而且他在那边喊的时候 你可以根据 他说是个警官 他犯都要跟你这么喊吗 对不对 他会说司马来 你装什么装 是吧 这事就 那没准事是真的 所以现在就遇到一个问题 遇到私人电话 自称我是公安局的情形 那该怎么办呢 自称公安局 我告诉你 你啊 首先要做的第一件事 是不要泄露自己的信息 他说你是司马南吗 你找谁啊 你是司马南吗 打错了 你比他还横 这气场很重要 这是干嘛要这么做 为了 不主动泄露自己的信息 他说对了 你也不承认 或者你反过来 你在那拷问他 注意 当时就手机 智能手机不都是有录音键吗 把录音键就按下来 对吧 保存好电话号码 然后呢 如果你愿意的话 你就问他 打电话什么理由啊 是吧 然后呢 你就叫他说这事啊 电话里不方便谈啊 那到公安局去 到我们派出所 你在任何地方都要派出所啊 你说到派出所 那 然后呢 如果你有这种兴趣啊 你还可以跟他呢 做一个智力游戏 你说派出所 刘所然我很熟啊 大刘 你找大刘 跟我说 我告诉你 对方很可能 就把电话挂了 因为他没兴趣 他 因为这是一个 在逻辑上 这是个复杂的 复杂的问语 大刘 他如果承认大刘的话 他不打自招 骗子 露相 他如果呢 这个不承认大刘的话 那他总得给我接啊 所以这时候 你就变得较为主动 这个私人电话 自称自己是公安局啊 一般不会有这种事情 对方呢 基本上是设计一个陷阱 就是要把你一步一步的 往里边带 查询电话 公安局 是公安局的电话吗 公安局的电话是很明确的 对不对 还有呢 根据嫌疑人提供的姓名 那你是哪啊 他如果提供姓名啊 职务啊 谋谋我公安局啊 你说这样 直接了当说 我要核实一下 你是不是公安局 你不是告诉我 你姓名职 我就打电话 问一下公安局 有没有这块人 现在所有的派出所 警官都是公事的 对不对 你问一下有这事吗 说你们公安局 谁谁找我了 说司马南参与诈骗 花了这个诈骗了五百万 还有一个呢 遇到诈骗呢 这种事情啊 要及时报警 他即使没有骗到你 你也要报警 为什么报警啊 因为这种事 你提供给公安局 公安局那个地方 就丰富了 关于什么什么人 诈骗的相关信息 也许骗不到你 把隔壁王奶 那个骗了呢 对不对 如果遇到 也有你的名字 照着你照片写的 什么是罪行啊 什么盖着红章啊 要求你保密啊 逼着你转账 这些事啊 那就百分之百是骗子 你只有两条路 一条路保留证据 第二条路 那就是报警处理 那如果他人自称是公安局的职员 我就是公安局的职员 还没准还真是 或者是在公安局当过什么什么什么辅警之类的 那如果真有这么极个别的情形 那也只有报警一条路来处理 冒充警务人员啊 要称担行政责任 称担刑事责任的 冒充警务人员 称担刑事责任 刑法规定 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招摇撞骗的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管制 剥夺政治权利 我们个家 治安管理处罚法 第51条 冒充国家工作人员 或者以其他的什么虚假身份 来处于招摇撞骗的 五天以下 十天以上 五天以上 十天以下拘留 还有要罚五百块钱的 他就是说没骗着你钱 他干这种事 那也是违反法律了 我们国家刑法关于这事 规定的更严格 刑法里面规定 如果你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招摇撞骗 三年以下就去徒刑了 还拘役 还管制 还不得正权利 如果你情况严重 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 你冒充警察招摇撞骗的 那差不多跟这个规定 一样 但是要从众出发 现实生活当中 有人可能会遇到 公安机关的职员 拨打电话 让你去派出所 或者是公安机关 询问案情的 这时候显示 一般会有公安局的字样 也就是说 通常情形之下 警员是不会私人电话 拨打公民电话 然后说我是派出所 然后我是公安 叫你到公安来 个别情况 个别情况 我告诉你 大多事 大多数都是冒充 冒充公检法 电话诈骗 这种时候 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 你就是任何时候 不管是冒充谁 陌生人打电话来 只要是谈钱 或者拐着弯 谈到钱的 百分之百 都是骗子 百分之百都是骗子 这个事情没有例外 还有一个事 我跟各位负责任的说 公安局根本就没有什么安全账号 保密账号 说你把钱转到我们公安局的保密账号里 安全账号里 我告诉你 压根没有这回事 所有的没收人打电话来跟你谈到钱的问题 百分之百是骗子 他如果让你动钱 让你收密码 让你的手机跟他的手机共享 我告诉你 打死也不能干 这件事 如果你一事反应不过来 那你就第一 你就播110很简单 对不对 你可以直接了当跟他说 他既然是他直接诈骗你 他公开诈骗你 何不公开反诈骗 你告诉他 你说对不起 我这个人比较笨一点 我陈警官和我说 黄世这个事情 我都是要打电话给他 我哥哥在公安局工作 他来跟你讲好不好 留下你电话姓名好不好 对方一定逃之遥遥的 就没功夫给你打 因为他不断的拨打 一个一个又有电话 最近从台湾 抓回了一帮骗子 还有我们的邻国 抓回了一帮骗子 都是电信诈骗的 我们家下了最大的决心 最大的切离国家反诈骗中心 但是鱼过千层网 往往都有鱼 历令致婚 骗子是层出不尽的 这个骗子是无穷不尽 怎么办 那只有靠你提高警惕 千万不能学那傻小云 这个宝妈妈 生了娃子怎么还这么蠢 一说把名字说对了 然后呢 他自己就居然要跑到宾馆去开房 要宾馆不能去开房 开房呢 到那之后呢 接受什么什么什么调查 什么问卷 没有这回事 这种事情呢 绝对不要答应 感谢各位收看 下期节目再见